香港泛民組織民間人權陣線之前按照往年慣例 向香港警方提出10月1號舉行遊行的申請 遭到拒絕 但在10月1號中共建政日 香港民眾仍按民陣的遊行計畫進行活動 並在多地發起遍地開花的抗議活動 香港政府以防止中共肺炎疫情擴散為由 嚴禁民眾集會不得超過4人 市民的活動不得部分散展開 他們分散在附近多個街口 呼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反送中口號 晚上 有不少港人成功聚集在獅子山山頂 集體亮起手機燈光 組成光鏈並揮動光復香港的旗幟 高呼反送中、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沒有國慶等口號 據香港警方公布消息得知 這次香港民眾在十一國上日的抗議活動中 截至到晚10點 至少有86人遭逮捕 其中包括4名區議員 另外 警方還以涉嫌參與 受盡群組聚集為由 給20人開出罰單 前香港民主黨主席劉慧清表示 雖然香港國安法已實施3個多月 但是港人仍勇敢地走上街頭表達訴求 然而香港當局卻無視問題所在 派大批警察壓制民眾 這是不治之舉 這個是特區政府要面對的 不是派一千、兩千的警察出來 去對付和平的示威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應該的 如果他們真的要處理香港的深層次的問題 不是派警察出來 是跟我們香港共民社會對話 看一看有什麼事情可以大家協商去解決的 香港設計師、插畫師、專欄作家 及創作人查色金魚表示 港府出動大批警力去壓制抗議者 這表示中共及香港當局 對民眾的反抗充滿恐懼 活動當天 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梁國雄等人 也前往港府升旗儀式現場 展示沒有國慶、只有國商等標語 並要求釋放12名被拘留在深圳的港人 查色金魚認為 中共與香港當局的暴力打壓 只會堅定他們抗共、滅共的決心 在心中我們都記著 有哪一天清算的時候 要他們每一件事償還 查色金魚表示 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國家形同死亡 中國人只有悲痛與哀傷 他們不能保護自己的國家 因此 沒有國慶 只有國商 香港人為爭取自由的抗爭活動 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在中共慶祝十一之際 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 要求美國行政部門提供恐受迫害的 在美港人臨時保護身份 並加速他們取得難民身份